晚上好 我是依依 来自公正党的阿非夫突然辞去宾州行政议员一职 承词的原因是什么呢 国会将在5月18号复毁 大马今天新增14宗新冠肺炎血症病例 我国的血症病例已经到达50宗 更多的新闻内容欢迎收看3月4号的《百个大事集》 卫生总监诺西山表示 我国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进入第二波 Golombang kedua memula pada 27 Februari 2020 Bagi gelombang kedua sehingga 4 Mac 2020 terdapat sebanyak 28 kes positif COVID-19 iaitu kes ke-23 sehingga kes 50 yang telah dilaporkan Ini menjadikan jumlah kes COVID-19 di Malaysia 不过诺西山指出 不能把这名病患称为超级传播者 因为超级传播者一般是涉及超过千人 与这名病患有过密切接触者共有215人 其中16人确诊 19人的检验报告呈阴性 还有180人的检验结果还没有出炉 而何谓密切接触呢 前卫生部长猪杰菲里就说明 和确诊病患处在两公尺以内的范围 至少两个小时以上 便算是和患者有过密切接触 随着首相莫尤丁走马上任 各界的焦点已经转移到新的内阁阵容上 新海峡时报引述消息指出 为了给人民一些安全感 莫尤丁预料会在两周内率先宣布 几个重要的部长职 包括副首相 财政部长 内政部长 以及国防部长 据了解 有好几名的这个经验丰富的 国阵时期前部长 包括穆斯达法 韩沙赛努丁 七山穆丁 理查列 以及法迪拉 还有西蒙时期的经济事务部长阿兹敏 以及一党主席哈迪阿旺 是最有可能出任以上四个高职的人选 消息指出 尽管当中五人是国阵时期的部长人选 但相较起其他还背负着法庭案件的 国阵前领导人 他们被视为干净和受尊重的人选 另一方面 哈迪阿旺强调 一党不会提出要求 筹组内阁将全权交援穆尤丁选择 该党也认为 内阁成员必须清廉 符合资格 有才能 及代表多元社会 但是对于新内阁阵容 前首席大法官敦哈多阿密 则感到相当担忧 他说 如果巫统主席阿末扎西获得内阁职位 首相穆尤丁将被投不信任票而败北 许多支持新政府的人也因此撤回支持 最终可能导致新联盟政府垮台 国会下议院议长阿里夫同意 首相穆尤丁所提出的国会复会日期 也就是展延至5月18日 根据国会会议时间表 10月2日也是一个关键日子 因为新政府将在这一天 在国会提成2021年财政预算案 而以共享繁荣为概念的 第十二大马计划 也定在8月6日提成国会 首相决定展延国会复会日期 难免令不少人猜疑 这是不是因为太怕 西蒙要在国会提成不信任动议 武统总秘书阿诺扎沐沙否认这个说法 并指展延国会是因为需要时间整顿 他也促请大家 给慕尤丁一些时间组阁 并相信他将组成一个强大有为的政府 新政府上台之后 各州政权相继出现动荡 宾州首长曹冠牛指出 公正党的史布朗在野区州议员阿飞夫 已再尽造向他辞去行政议员的职位 但曹冠牛强调 阿飞夫依然是史布朗在野区州议员 也是宾州西蒙的一份子 阿飞夫被指破坏去年度的共青团大会 而面对党纪律兑付 他也被视为公正党前属理主席 阿兹敏派系的成员 随后他在记者会上透露自己辞职的原因 他说根据他最近几天的观察 确实有来自州和中央的领导施压 要他辞掉行政议员的职位 但他强调自己还是公正党的成员 至于党纪律委员会 目前还没有就此做出任何的决定 新闻到此结束 谢谢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